辽斋志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古儿 湖北有一个商人在外地做买卖 家里只有一个妻子在 夜里梦见自己与一个陌生男人交合 他惊醒后发现旁边有一个短小男子 在观察男子的神情 他发现这个男人和平常人不一样 知道这个男人是狐狸精 过了片刻 那男人跳下床 没有打开房门就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晚上 商人的妻子让做饭的老妇来陪他 他还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平时在另外一张床上睡 这时也叫来睡在了一起 到了深夜 只有他一人还未睡觉 狐狸精又留了进来 商人的妻子于是开始说梦话 老妇听到后喊叫起来 狐狸精就匆忙离开了 从此以后 商人的妻子就精神恍惚 一到了夜里 他就不敢吹灭蜡烛 让儿子不要睡得太死 这天夜已经很深了 他的儿子和老妇已靠在墙上搭起盹来 等他们醒来一看 商人的妻子不见了 起初以为他是出去小便 很长时间后也不见他回来 就惊疑起来 老妇害怕得不敢出去 商人的儿子就自己拿着灯火照着四处寻找 他找到另一间屋子里 只见母亲没穿衣服躺在那儿 儿子走近前来扶他 他也毫不害羞遮掩 从这以后 商人的妻子变得发了狂 每天白天喜怒无常 到了夜晚就讨厌和别人睡在一块 打发儿子回自己床上睡 老妇也让他打发走了 儿子每次在夜里听见母亲发出欢声笑语 就点起灯来照看 儿子反而被母亲骂了 儿子也不在意 因此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孩子 但是他白天嬉笑玩耍 却没有分寸 天天学泥挖酱的样子 用砖头石块往窗户上垒 谁劝都没用 要是有人拿掉窗上的一块石头 他就躺在地上打滚 撒娇哭闹 大家都不敢去触犯他 几天后 两个窗户已经打不开了 一点光亮也不透 垒完墙 儿子又获喜倪来 涂抹那堵砖墙上的墙缝 他没完没了地干活 不怕劳累 涂完墙以后 他又干别的事 他就拿着厨房里的菜刀活活地磨个不停 看见他的人都讨厌他的顽皮 不把他当作人看 一天夜里 商人的儿子在怀里藏了把菜刀 又用瓢扣住了灯火 等到母亲发出喃喃的梦话时 他马上拿出灯火 独在房门口高声叫喊 一会儿 并未有异常状况 他就离开房门 借口要去小便 这时 突然有一个动物 形状像个狸猫 一下子向门缝窜了过去 儿子急忙会起菜刀一砍 但是却只砍下二寸长的尾巴 还在滴着鲜血 起先 他拿着灯火起来时 母亲就对他叫骂起来 他置之不理 这时 他发现没有砍中那动物的要害 就十分恼恨地睡下了 但他又想 虽然没有杀死他 却可以庆幸 可能他以后都不会来了 等到天亮以后 儿子看到地上低下的血迹越过了小墙 就跟踪着找了过去 追到了何家花园 当天夜里 狐狸精果然没再来 儿子在心里暗自高兴 但他的母亲仍然痴呆呆地躺在床上 像是死了似的 过了不久 商人回到家里 他问及妻子的病 妻子却对他破口大骂 好像对待仇人一样 儿子向父亲讲述了母亲发狂的原因 他的父亲十分吃惊 立即请医生开药诊治妻子的疾病 随之妻子不仅把药倒了 还不停地骂 于是家人就悄悄地把药放在热水里 混杂着给他喝 几天后 他终于安静了 父子俩都很高兴 有一天夜里 父子俩睡醒以后 发现妇人又不见了 他们随后发现他在别的房中 但从此后 他又癫狂起来 不想和丈夫一起睡 傍晚时 他竟然一个人 奔跑到另外一间房里 家人去搀扶他 他却叫骂得更加厉害 丈夫束手无策 把家中所有的门都关上 但只要他妻子一往外奔跑 门竟然就会自动敞开 丈夫对此十分忧虑 请人来做法屈腰出鞋 用尽各种办法 毫无成效 一天黄昏时分 商人的儿子私下里闯进了 河家的花园 他埋伏在草丛中 打算探寻狐狸精在哪里 月亮刚升起后不久 他突然听到说话声 就用手暗暗拨开丛生的棚草一看 只见有两个人来到这里喝酒 还有一个留着长湖须的老仆 捧着一把酒壶站在旁边 穿着深棕色的衣服 商人的儿子听不清他们的话 因为声音又小又低 他们喝了一阵后 听见其中一个说道 明天可以再弄一瓶白酒来 说完 两个人都离去了 那里就剩下长须的老仆 脱了衣服 躺在大石头上面 商人的儿子仔细一看 那家伙四肢都长得像人一样 但身后有条尾巴 他想回家去 又怕那个狐狸精发掘 于是一直在草丛中不曾离去 天还没亮的时候 他又听见先前的那两个人 一前一后地回来了 姑姑浓浓地说着话 走进了竹林里面 这个时候他才回家 父亲问他去了哪里 他回答说 睡在伯伯家里 一天 商人的儿子正好跟着父亲去街市上 在一家帽店里看见狐狸尾巴 就要求父亲给他满下 父亲不理睬他 他就拉住父亲的衣襟撒娇吵闹 父亲不想围扭儿子的心愿 就买了下来 当父亲在和别人谈生意之时 儿子就跟在他身边玩耍游戏 他趁父亲住一别处时 偷了父亲的钱 买了白酒 积放在店铺的走廊里 儿子有个舅舅住在城里 素来以打猎为生 儿子放下酒后 就跑到了舅舅家 舅舅不在家 只有舅母 舅母就向他询问他母亲的病情 儿子回答说 近日以来病情稍有好转 但又因为耗子咬坏了衣服 引得他咒骂不停 所以家里让我来讨点狩猎时 伴幼儿用的毒药 舅母翻找木箱 包了一千多的毒药给他 他嫌毒药太少 这时舅母要做汤饼给他吃 他看看屋内无人 就自己打开药包 抓了一大把毒药 于是他就跑去告诉舅母 叫他不要生火做饭了 说 我爸爸在街市上等着我呢 来不及吃了 说完 就静子走了 在买来的酒中下药 又到集市上去游玩 直到傍晚才回到家里 父亲问他到哪里去了 他谎称去了舅舅那里 从这天起 他每天都在集市的店铺之间 转来转去 有一天 商人的儿子发现 人群当中有那个长胡须的老仆 他仔细打量了那人一番 确认无误后 尾随着他 慢慢地去和那人搭话 他问那人的住处 那人回答说 在北村住 那人也问起他的住处 他就说谎说 住在山洞里 留长胡须的人不明白 他为何在山洞里住 商人儿子笑着说 我世世代代在山洞里居住 你原来不也是吗 那人听后更加吃惊 就问起对方的姓氏 商人儿子说 我是胡家的子弟 以前在一个地方 目睹了你尾随两个人 你难道不记得了 那人盯着对方看了很久 还是半信半疑 商人的儿子 又轻轻地撩起一节衣服后拜 故意把他买来的 狐狸尾巴露出来 说 我们混杂在人群中生活 但这个东西还是去不掉 实在可恨呀 那人问 那你上街干嘛 商人的儿子回答说 我父亲打发我来买酒 那人告诉他说 自己也是来打酒的 商人的儿子问他是否打到 那人回答说 咱们这种人大多数是很穷的 所以大家经常出来偷窃 商人的儿子说 这个差事也实在是受苦 担惊受怕的 那人说 主人让我干的 我只能听命 商人的儿子趁机又问 你的主人是谁呀 那人回答说 就是早先你所见过的那弟兄俩 一个和北城王家的妇人私通 一个在东村的商人家里住着 那商人家的儿子实在厉害 我主人的尾巴被他砍断了 过了十天才好 现在又去了 说完 那人就要告别 说 别耽误了我的事 商人的儿子说 偷酒太不容易了 还不如去买酒 我有原先买好的酒 寄放在店里走廊下 很乐意拿来孝敬您 我口袋里还有多余的钱 不愁买不来 那人不好意思地表示 没法次回报 商人的儿子说 我们本是同类 这点小东西不必计较 有空的时候 我们一起喝酒 于是和那人一起去店里 把那瓶毒酒交给他 就回家了 那天夜里 商人的儿子发现母亲 竟然十分安分 他心里知道 那些狐狸精 一定发生了异常 这才告诉父亲 详细的情况 两人一起去花园里宴看 只见两只狐狸 死在园中的亭子上 另一只狐狸 死在草丛当中 嘴里还渗着酒 那只酒瓶也在 拿起来一摇 里面的酒还没有喝完 父亲惊喜地问儿子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儿子说 这东西性情最灵敏 只要我稍稍一泄露 他立刻就知道了 父亲高兴地称赞道 我儿子对付狐狸的时候 真像汉朝的陈平一样 足之多谋啊 于是 父子俩将两只死狐狸 背回了家 只见一只狐狸的尾巴 断了半截 上面还有明显的刀疤呢 此后 商人家里得到了安宁 但他妻子愈发瘦弱了 心里虽然渐渐明白了过来 但咳嗽病加重了 一吐痰就是好几声 不久就死去了 北城王家的妇人 一向被狐狸精纠缠着 这时去他家里一打听 狐狸死了以后 妇人的病也好了 商人从此认为 自己的儿子是个奇才 就教他骑马射箭的记忆 商人的儿子长大以后 当了 外面差异的 然差异的 窒狗